宫州大学女生宿舍突发灵异事件 女生衣衫不整集体出逃 千人目击的自杀事件 惊陷在女生宿舍的诡异男人 事发宿舍楼被永久封锁 上前名学生连夜退学 学生全力更是炸开了锅 不断有猛料爆竹 这座建在墓地旁的学校 至今都不敢公开该事件 也正是因为该事件 让当事人坚信有些东西或许真的存在 以下视频可能已人不适 还没大学毕业的宝宝请谨慎选择观看 事件发生于2005年 一名叫李恒的网友 在国内某论坛上 发布了一篇让人毛骨索然的帖子 他讲述了自己05年 在韩国留学时经历的一系列诡异事件 李恒那年正读高三 由于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李恒决定放弃高考 出国留学比七巧板还巧的是 当年韩国宫州大学 正好开始对外招收外籍预科学生 李恒便阴差阳错地进入了这所学校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他经历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事 到韩国后 李恒发现 他们并没有被安排在市中心的主校区上课 所有的留学生 全被分配到距离主校区 两小时车程的一座深山里 这个校区被一片山林和墓地环抱 一踏进学校 翻涌而来的阴森瞬间就把李恒包围 学校只有正门一个出口 其他地方全用高高的铁丝网围了起来 校园里也十分冷静 包括李恒在内的留学生一共有12人 7名男生5名女生 由于大家都身处一厢 所以他们基本都会抱团取暖 最后大部分也都成为了情侣 据学长们所说 这片地在古代式战场 学校旁的墓地里埋着大量文明师 每当夜幕降临 整座后山就被灵活包围 后山每年都会有女生神秘失踪 一开始李恒只认为 这是学长下午新同学的玩笑话罢了 可当亲眼目睹了那场迷气自杀后 李恒才意识到这所学校的可怕 自杀事件发生在下午5点半左右 当时学生们正好下课要去饭堂吃饭 去往饭堂路上会经过一个影像馆 就在这时 有人发现楼顶站着一个女生 女生是背对着大家站在天台的边缘 她双手在不停地挥舞着 似乎还在和什么人对话 由于距离较远 李恒听不清女孩的声音 也看不到女孩对面的人 楼下很快便聚集起了大批学生 有的人大喊让女生快回去 有的则打电话向老师求援 很快 楼顶的女孩就往前走 离开了李恒他们的事 就在同学们以为事情结束时 女孩却又怕着出现在天台边 并且有一半的身体已经摩到了半空中 人群再次紧张起来 反应快的男生已经冲进楼洞 准备上去救援 可就在一瞬间 女孩失去重心 直接从楼顶掉了下来 途中还撞到了中间楼层突出的水泥隔断 一声巨大的闷响声 伴随着同学们的尖叫声传来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李恒和几个胆大的男同学跑向坠落地 只见那个女孩躺在一片血污上一动不动 李恒不敢多看 一阵恶心与恐惧在心中翻滚 很快就有保卫处的人来驱散学生 警方也很快将现场封锁 次日 学校发出通告 称该女生因感情问题自杀 请学生们不要传播讨论 由于当时的网络并不发达 学校又处在深山中 加上校方对消息的封锁 这件事很快就被压下去 可目击了现场的学生都心智肚明 这绝对不是自杀 从女生背对着大家就能看出 当时天台上绝对有其他人 女孩慢慢挪出天台的姿势 也不像是想自杀的样子 虽然这些情况都跟警方和学校反映 但最终还是以自杀结案 几天后 李恒跟一起流水的女生们出去聚餐时 女生们透露了一条 让所有人都汉毛直立的内部消息 据说那名自杀的女孩 在出事前曾碰到一个不太正常的男人 这个男人经常找他搭讪 可当女孩要回他话时 那个男人又自顾自的走开了 从样子上看 他既不是老师也不是学生 浑身脏兮兮的有点像流浪汉 女孩和室友说了这事 室友让女孩下次再遇到他时 就叫人一起抓住他 送到保卫出去 可就在第二天 几乎整栋女生宿舍 都听到了那名女孩的尖叫声 等室友们发现他时 只见他蹲在宿舍后院不断戳气着 等他冷静下来后 大家才知道 那个男人又来了 男人不知道对女孩说了句什么 就准备走 女孩刚想上前抓他 可当手一碰到男人的衣服时 就有股触电的感觉贯穿全身 女孩一下子就猛了 等女孩反应过来时 男人已经进了后山的树林 还时不时回头对着女孩鬼笑 从这天起 女孩开始变得神经兮兮 总说有人在暗中看着他 半夜还总发噩梦 搞得全宿舍人心惶惶 为了缓解女孩的情绪 室友们帮他请了三天假 让他回家休养 当天室友们送女孩去车站 并亲眼看着他上了车 可当室友们前脚刚回学校 后脚就听到女孩坠楼身亡了 整个宿舍的女孩 都被吓得不敢住在原宿舍了 听完这些话 李恒更加坚定女孩不是自杀 那天楼顶的第二个人 极有可能就是那个男人 可这些仅仅是开始 真正的恐惧已经巧了而止 就在女生坠楼的一周后 一样是在傍晚 李恒跟一起留学的几个男生 就在宿舍闲聊 下一年 其中一人的女友打电话过来 说女生宿舍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整栋楼的人都在跑来跑去 还不时有人大喊大叫 他们有点害怕 想让男生们过去接他们 顺便去吃晚饭 男生们很快就往女生宿舍走去 可还没等男生们到女生宿舍楼下 就能听到女生宿舍方向 传来了铺天盖地的尖叫声和哭喊声 等走近时发现 有很多女生慌张地从宿舍楼冲出来 大部分女生都只穿着睡衣 甚至还有的衣布蔽体 一边护着身体一边蹲在地上哭泣 这阴森恐怖的画面 让男生们待在原地不敢上前 越来越多的女生从宿舍逃出来 往李恒他们的反方向逃命 边逃还边说闹鬼了 宿舍闹鬼了 还好男生们很快在人群中 发现了四名女同伴 学校保卫处也很快赶到现场 组织学生疏散 李恒他们也被保卫处赶走了 当天深夜 学校大门挤满了来接孩子的家长 女生们一个个都一不蔽体地 站在校门口等家长来接 家长没来的 则全被安排到图书馆去休息 为了安抚女同伴们的情绪 李恒他们一起去校外住 吃饭时 他们才从惊魂未定的女生口中 隔之时间的大致情况 当时宿舍外突然变得特别吵 还有人在一间间宿舍挨个拍门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有人打架了 于是打电话叫男生们过来 准备出去躲一躲 可刚出宿舍门他们才发现 几乎整层楼的人都发疯似的往楼下跑 等他们下到三楼时 还听到二楼传来一阵阵尖叫声 所有女生都挤在二楼的楼梯间 准备逃离宿舍楼 当时他们往二楼的楼道瞄了眼 发现在走廊的尽头 有个人蹲在地上 他前面似乎还躺着个人 地上满是血污 随后就是李恒他们看到 女生们逃离宿舍的画面 大家分析 或许是有人闹矛盾 出现了伤人事件 可当他们第二天回学校时 却发现 整栋女生宿舍都被封锁了 学校也因此事件停课三天 李恒他们只能带着女生们先去试驱住 可三天后 班里的女生几乎全部没来上课 李恒问老师女生宿舍的情况时 老师也只是敷衍着说 出了点伤人事件 校方已经处理好了 其他的便没在透露 当女生们想回宿舍楼拿回行李时 却被保卫处告知 宿舍已经被封锁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 所有女生全被安排到了教职宫宿舍 生活用品可以到办公室领取 校方的这一举措 再加上前几天的坠楼事件 搞得留学生们人心惶惶 李恒通过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了一个当事人 这个学姐刚好是住在女生宿舍的二楼 当时她刚洗完澡 就看到209宿舍门口 有两个女生向她求救 说他们宿舍 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去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还一直对他们说着一些逻辑混乱的话 他们把男人关在宿舍里自己跑了出来 学姐以为是脱窥狂 便让两名女生看住门 她却叫宿管来 可当学姐叫来宿管时 却发现 209宿舍门前围满了人 只见刚刚两个女生 有一个已经不见了 另外一个女生在门口边敲门 边呼喊着室友的名字 学姐问了才知道 原来是另一个女生 见男人在宿舍里没了动静 便开门查看 不知怎么的 女生开门后就直接走进去了 还把门给反锁了 留下的那名女生说 当时开门时 那个男的似乎不正常 门被进去的室友锁上后 他就不断开门 围观的女生也纷纷作证 还说进去的那个女生也有点奇怪 好像是突然着了魔一样 宿管上来的匆忙 没有带209房的钥匙 剑状又跑下楼去 可宿管前脚刚走 209的房门就突然打开了 只见那个进去的女生 直愣愣地站在门口 更让众人打寒的是 女生的身后空无一人 那个男人消失了 拍门的女生刚想问话 门内女生的背后 突然出现了一只男人的手 把拍门的女生也拉了进去 随后又将门反锁 学姐说 那个男人并不是藏在女生的身后 那只手是凭空出现的 这时围观的女生们都被吓坏了 宿管赶到后迅速打开了门 门一打开 围观的女生们就纷纷发出尖叫 只见209宿舍内 那个背后有手的女生用着一股怪力 抓着另一名女生的头疯狂地往桌角上撞 那名被撞的女生满脸血污 已经没有了意识 围观的女生们开始四处逃窜 那女生似乎看到门打开了 便拉着女生的头发走出宿舍 边走嘴里 还边嘀咕着不明所以的话 随后把没有意识的女生往地上一扔 由于动静太大 三楼不知情的女生还跑下来开热闹 整个二楼走廊因此挤满了人 那女生见到这么多人 突然就开始尖叫 边叫还边抓自己的脸 学姐说 当时那名女生的手 粗壮得像一个男人的手 就连肤色都和女生的皮肤不同 很快女生就被自己抓得血肉模糊 最后她还发出一声吼叫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后面的事学姐也不清楚了 因为已经没人敢在二楼逗留了 所有人都拼了命地往楼下跑 而学姐今天也是刚办完转学手续 准备走了 这件时候 李恒这帮留学生也纷纷转学离开 再也没有回到这座城市 以上便是该帖子的全部内容 而李恒在离开的前一晚 还发生了另一件怪事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留言蹲个后续 人多的话我下期更新 至于以上事件的真实性 你无从讨证 大家当睡前不是听起来 那么能不能分享下你们学校里的那些离奇事件中